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看起来他可能是外表戴了一个假面具 他想学安倍计算学的一点都不像 现在把整个台湾尤其是台北市的火车战父亲 塞的是水泄不通 而且是隔三杀五了他就来发动一次 看起来他是打算把他库房里面可以用的钱 都拿来发动了这种群众运动 这个当家不闹事 可是他偏偏就是闹事 而且闹这么多事的 而且这么临近就在一周左右发动四次的 还真的是史上未有 刘老师您见多事狂 在新闻界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您见过这么爱绕事的人 而且品贵又如此低俗的这种权力拥有人吗 刘老师 我觉得在我们香港 这个是根本是匪夷所思的 如果是在香港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赖清德马上就得下台 根本就不可能有接受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西方所谓的民主的原则说得很清楚 而且整个这个意识堂的意识规则也说得很清楚 那么不但是这个意识堂里边要舞动 要拳头见 拳头见面 而且还要发动这个所谓的青年人 所谓的老百姓去包围 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想不但是在这个香港是不可能见到 甚至是在这个 现在不太成熟的民主这些国家 例如说非洲的一些国家 例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实际上这种这个手段 其实能不能收下呢 我们就提出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疑问 其实我们在香港看 我们也知道香港曾经有过这个动乱 黑色暴乱 那么其实他其实已经是完全抛弃了既有的 所有的这个这个现行的法律的规定的范围内 其实已经抛弃了 就是完全是用一种武力的这样行动去 那么结果现在这些罪行一直都在被清算 那么赖清德他自己非常清晰 说立法机构就是要行民主的原则 就是少数普通多数 但是他又为什么能够叫这个 他自己台南系的打手 亲自出手 在院内边打 大打出手 那么院外又叫老板去包围 那么现在我们在香港 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是截二连三的去进行这样的动作 那么他是否就是要非得要用武力 把蓝营把韩国瑜把坑泽打趴在地才行呢 这个这是要请教这个欧老师 对他现在显然就是说他气势如虹 就是在马路上 而且我曾经跟刘老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说过 他们根本没那么多人 在青岛东路上当时号称三万 我说那条路塞满最多也就六千 而且还是得把隔壁的巷子都塞满 所以他们就立刻看 这不对 因为马路的面积算得出来 我们都按到了马路的地板面积一算了 就知道多少人了 因为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前后主要还是要点空间 要不然他不是人贴着人的吗 那怎么能活动了 天又有些热 所以他们后来发现 如果他们只是那一点点位置 会被我们嘲笑 于是就改成多几条马路 那么他就宣称他真的有三万 后来我们还是嘲笑说 哎呀那根本就没十万 于是他们就再发动大一点 再把它包围 也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是加各种游览车 从南部把人给吊上来 到了这波528 他真的搞了好几圈人 那么显然他非常在意 我们说他有多少人 这就表示说 他很想要把这个人的气势给拱上来 那么我请教六老师 如果他不断的这样恶搞 这个本来啊 民主是搞待遇政治啊 是看整个投票的代表习制 他现在呢就是搞报名政治 那好 那如果我也来领导一群人 我把他包围的人给反包围起来 那么现在这话要怎么说呢 到底到时候呢 如果两军通途呢 是抓那个首先包围立法院的人 还是抓我们呢 包围这些把立法院包围的人呢 这是不是就说不清楚了 刘老师 是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香港非常担心的问题 因为其实如果说两派的群众的对立 越野越历的话 肯定会出现不愿意 不能看见的一些问题 就是很可能就会出现留学视线 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群众运动 都是这样的 两派的对立 如果没有警方的隔离 那必然就会冲突 那么现在就是问题来了 那么未来啊 这个台北市的警方的力量 还有其他的地方的警方力量会怎么样呢 那么如果说这个蒋万安管不过来 那么这个卓荣泰要不要管呢 所以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球最后也还是打回到这个赖清德身上 所以就觉得赖清德这个现在出的牌 完完全全是昏招乱招 根本不知道逻辑在哪里 所以真是 那么现在真是如果是两派的群众对立 那么搞了这么多年的台湾的民主 那又情何以堪呢 又怎么样去继续下去呢 那么未来是每逢是其一来 又是两派的群众来比人多呢 所以真是往下推论 真是简直是不堪设想 所以赖清德现在 我觉得他甚至有点是给自己自觉坟墓 对就是赖清德显然是完全抛弃啊 这个英国从John Muir以来的这个代义政治啊 所说的民主原理啊 看起来呢他是要走暴民政治 那如果是要这样子的话呢 那咱们也不妨多了 看起来以后啊 我可以要选择啊 把这个一大早跟刘老师做节目 然后呢我就出去运动运动啊 帅人呢把他包围啊 不管是哪个立院啊 或者是哪一个这个衙门啊的人呢 再给他给包围起来啊 比比看人多 包围完以后呢 这个日落之后休息再回来再跟刘老师做节目了 让拳天下来知道说我们呢今天呢这个架打如何 如果按照他这个原理的话呢 就是这个看看谁的拳头更大 或者是看看谁的人更多 难道是这样吗 刘老师 我觉得呢这次根本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到最后不知道赖清德怎么办 他如果你看首先 每一个地方 特别是这个欧老师讲过的是 当家不闹事 闹事的不当家 在这样情况下 你最后你自己闹事 还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 那整个社会市区乱了以后 还不是这个着用态 首先要出来负责任吗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我们简直是不可适宜 所以按照这样的现在的 这样的局面 这个逻辑是没办法推下去的 因为所推出的各种结果 最后都是赖清德失败 是没有错 我想到啊 昨天他的办公室啊 离他国际办公室 真的很近 那这样好了 换我们带一群人呢 包括赖农海 逼他带人出来呢 把赖清德 从动员出来给灭了 这应该啊就有好戏可看 看起来如果欺负往正眼呢 他肯定是要继续欺负咱们啊 以为我们呢人不够 或者以为我们的人呢 都是老年人 人才少吧 所以他就专搞这个发戏 感谢刘老师接下来这笔 谢谢刘老师 谢谢吴老师